我们包好了 甜草粽 咸肉粽 您吃过彩色的粽子吗 海南的黎苗族同胞 会在端午节期间 包三色粽五色粽 那粽子是怎么变色的 彩色粽里又包了些什么呢 今天我来告诉你 你能分清这几种植物吗 彩色道的秘密就在这里 三色粽是由黎家的三色饭演变而来的 采用枫叶 姜黄 红蓝草等植物的汁液 浸泡上当地的山蓝糯米 就成为了彩色粽子的原材料 所以这里的彩色粽子 是不添加任何色素的健康食品 除了少色米以外 然后我们再放着本地的黑山猪肉 然后再这个是腊肠 这个是咸腰蛋 蒸好的三色粽香味四溢 软滑沾牙 每年在端午节期间 村里都能卖出三万多个粽子 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以前包三色粽为了祈祷风调雨顺 幸福安康 如今包的三色粽 是村民们多彩生活的卸照 城市海南的彩色粮仓粽 今天我们来到了江苏 江苏秦台河下孕育出的螃蟹粽 好看又好吃 螃蟹粽有啥新知识 今天总台有人教 虽然南京没有海 却有一个比海更浪漫的湖 石旧湖 这里顺产螃蟹 大概是对螃蟹的情有独钟 可甜可咸的螃蟹粽子 因此诞生 螃蟹粽的粽叶非常的重要 宽的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 普通粽子的粽叶 一 芦苇叶 若叶居多 但是我猜您应该想不到 这种像韭菜一样细的草 也能做粽子吧 那这个草的来头可不一般 全名叫做丹麦草 它还有特别多有趣的外号 比如说扁淡草 香草 饭草等等 这螃蟹粽子究竟是怎么样编出来了呢 螃蟹粽子的编法 讲究的是一挂和一穿 只要掌握了这两个手法 不断重复 就可以编制出螃蟹粽子的身体 它的手法类似于编草席 先用四根香草折叶 对穿 旋转 对拉 形成一个基础的正方形 这样就构成了螃蟹粽子 最基础的一个单元 然后我们再用剩下的草 在上面进行延展 这样螃蟹粽子的身体 就已经成型了 最后将编制好的螃蟹身体 向两边轻轻拉开 将糯米灌入螃蟹肚 两红豆做盐 一只小螃蟹便活了过来 这样一个小小的螃蟹粽子 蕴含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度中的草边记忆 所以今天没有学会的小伙伴 也是情有可原的 相信这样的螃蟹形状的粽子 也是意义着水产大丰收 进一步带动当地的就业和发展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